继第七日上映满过好评后,翔子老师连带两部电影即将上线了,6月20日,疯狂的矛头鹰之明争暗斗,与夜半情人节两部电影在上海举办新闻发布会。 现场,翔子老师携蔡俊涛等一众主创到场出席,曾出演过多部新创偶像片的蔡俊涛,此次在夜半情人节中可是足足过了白衣。 不仅是平静时空下的科幻故事,还加上了惊悚悬疑的元素。 看样子,老师这身造型,此次样子在疯狂的猫头鹰之明争暗斗,饰演了一个茶馆老板,即兴创作,随手来,还在戏里过了吧,唱戏饮,好不快乐。 翔子老师可不是台上活泼,私下里也是性格随和,不知合作后的蔡俊涛对翔子老师怎么评价呢? 跟作品和人类的样子,特别人类优善自己的爱情的感觉。